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数论当中非常著名的算法叫埃拉托瑟尼塞法 这个算法的名字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数学家 他的名字就叫做埃拉托瑟尼 这个人本身他不仅是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天文学家 他是第一个测量出了地球周长的人 并且设计出了我们后来今天一直使用的地球的精度和纬度系统 我们现在讨论他发明的这个算法是用于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筛选出所有的质数或者叫数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的原理 我们以1到100这个范围为例 由于1本身它不是质数,所以这里面直接把它剔除掉 我们从第一个质数开始,也就是R开始 第一步先把R的所有的倍数 也就是100以内的所有的偶数全部给他筛选出来,给他删除掉 下一步考虑3 然后把3圈出来 把3的倍数再把它找出来以后再把它删掉 那当然这里面有些3的倍数本身也是R的倍数 比如说6,它既是3的倍数也是R的倍数 那因为这个6前面已经被删除过了 所以说在碰到3的倍数的时候呢 如果碰到6,直接就跳过它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3的倍数再给它删除掉 下一步呢是轮到4,那4是不用考虑的 为什么呢?因为4它本身是R的倍数 如果这些数当中如果是4的倍数的话呢 其实它一定是R的倍数 所以我们在删除R的倍数的时候已经把4的倍数呢 所有的都已经删完了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重复的再考虑4的倍数了 直接跳过 下一个呢考虑的是5 当然5的倍数里面呢 它有些本身也是R的倍数或者是3的倍数 那碰到那样的数呢直接跳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步呢是把5的所有的倍数呢全部给它删除掉 再下一步6要不要考虑呢?也不需要 因为6本身是R的倍数也是3的倍数 在我们删除R的倍数和3的倍数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把所有的6的倍数已经删完了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再重复考虑6的倍数了 直接跳过6然后进入7 然后7的倍数里面当然有些它本身也是R的倍数 或者是3的倍数或者是5的倍数 碰到那样的数直接跳过 然后把所有的7的剩余的所有的倍数呢全部给它删除掉 到此为止这个算法就可以终止了 剩下的所有的余下来的数全部都是质数 我们把它圈出来 这些所有圈出来的这个数包括一开始的R357 这些圈出来的数呢就是1到100范围里面的所有的质数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的那8、9、10以至于11要不要考虑呢 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看8、9、10这样的数 这些数本身比如说8它就是R的倍数 所以所有的8的倍数早就已经被删完了 我们在删除R的倍数的时候已经把8的倍数全部删完了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考虑8 那9也是同样 当我们在前面删除所有3的倍数的时候 也已经都把9的倍数包含进去了 都已经删过了 10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11又怎么回事呢 那么如果你假定后面这些数里面有11的倍数的话 那么它最小最小也是11的平方 11的平方它本身已经超出了100 它是等于121的 所以说后面的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这个算法只要挑出R357的倍数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R357它就是小于根号100的这些质数 根号100的就是10 也就考虑10以内的质数的倍数就可以 那如果把它一般化 考虑R1的范围的质数的话呢 那么我们只要把根号R1以内的所有的质数的倍数 全部给它挑出来删除掉 剩下的就是R1范围里面的所有的质数 这就是埃拉托斯尼的算法 它非常的高效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